大家好,歡迎來到這節的萬維早晨節目 又來到大巴深水的環節 在大巴深水的環節之前,要補充資料 因為今早的影片要補充 在記者早上招待會中,蘇瑟茶也有提及迪亞路這件事 記者問他,今星期五的U23會不會有機會上陣 蘇瑟茶說,要看情況如何,因為還未知道 因為始終有機會有傷病或情況 所以看樣子,蘇瑟茶也有機會派迪亞路上一隊 還有一件事我想和大家一起想一想 大家記得去年一月,我們有個新球員來了 那位就是布奈瑟蘭迪斯,剛剛來了一年 據當時來說,有一個很大的影響 亦令到我們下半季不斷湧上第三位 就是靠他了 我想說什麼呢? 很多時候蘇瑟茶會靠轉會槍的買賣 而令隊中有新的衝擊 而很多時候,如果找到來的球員幫到手的話 其實都對於我們的功力方面 尤其是球隊的成績都有些影響 例如,就算我們暑假,可能沒有怎樣買什麼大名 買不到新組,但買到卡雲尼 這個上半季,卡雲尼對我們球隊都是一定正面的影響 所以,我就覺得,迪亞路行不行 或者有沒有機會快點上一隊,還有一個好的表現呢 可能也是我們下半季 我們之前做過一集說,下半季有什麼影響球員 有什麼球員可以影響到 我原本當然希望雲迪碧是其中一個 現在還是有機會的 但看樣子,迪亞路有機會成為奇兵 因為他這個打法,我也跟大家說過 雖然只是看了他一場球 但看樣子,他的打法是比較自動球 比較適合蘇瑟茶現在的配對 相反,雲迪碧真的可能要長遠一點 讓我們發展到一些比較體系式的踢球 才有機會用得更多雲迪碧 暫時的看法就是這樣 亦都因為這樣,小弟這場球 那個深水陣容,或者預計陣容 我就預計了迪亞路 可能給蘇瑟茶,是不是說 他在星期五出不出於23 其實可能今晚已經出他呢 當然,如果你問心 實際來說,真的比較早一點 但我覺得,如果他真的可以的話 就行了 哪有算早遲 好了,再說回我深水陣容 今場球隊 現在就是11位 但其實上次也算是一隊中游偏強的隊伍 因為我在早上十二點條片解釋過 他是打體系的 亦都這個體系伸延到U隊 所以,今季的早期 他的成績真是不錯的 所以不能掉以輕心 所以迪基亞也是手籠的 因為蘇瑟茶一定是 比較好的球隊 他也是出帝基亞 中間也會出迪洛夫 加上麥加亞 因為這是蘇瑟茶的喜好 加上今場球是有些原因的 我也會覺得可以的 放他們兩個 然後是泰里斯左邊 稍後也會說多一點點原因 中間兩個 正路應該放回麥湯加費特 但有時也要一來變化一下 二來麥湯說上場球是土通圓 我也想讓他走一走 另外也嘗試一下 費特、雲迪璧加上班奴 這個中場的鐵三角 我自己覺得是最有壓迫力的鐵三角 因為12點條片也說過 沙爾布頓的體系 在中場的壓迫力是很強的 所以我覺得也會派出三位 比較有壓迫能力 以及有一個迫搶能力的中場 去應付收藍頓 另外我仍然會放在詹姆士 因為我也有很多場想放在詹姆士 因為如果我覺得 尤其是上半場 詹姆士雖然射球傳球不太行 但他又有的是什麼呢? 氣力 以及不怕回防 即是不怕浪費氣力去回防 所以我覺得放在他這裡 始終有個好處 亦都說過了 復仔馬仔 我經過這幾場球的看法之後 我覺得他們兩個只能出一個 上半場出了復仔 然後前線 老實 馬仔放在前線 即是检架 以及只能出一個 下半場就算是入體 入體也是復仔 卡文也打了幾場 上一場球也有一點卡住的入球 所以反正也是 我就放在迪亞露出來 因為他其實打法上 也挺自己去的 這場球比較適用 為什麼呢? 現在說回來 為什麼我後防出泰利斯 麥加亞和蓮多夫 我想大家都猜到我的心思 就是這場球 由於他的中場那麼厲害 所以就踢回一些長傳的球 希望泰利斯、麥加亞和蓮多夫 可以在後面 或者在左邊出一些球 未必是出高球 反而出到一些 即是Running for behind的球 讓詹姆士、迪亞露、福仔 去嘗試 可以在那裡 比較長傳的情況之下 找到一些 修行後防的空位 去做一些走動的 一些接應 中場那裡 我們就會跟你們迫搶 剛才說過 布奈奴、費特和雲迪的迫搶 希望也是那一句 一樣道理 迫到球回來 就盡快給前面那三個 老實說 我想大家都聽了這麼久的節目 以及大家自己也有眼睛看 要我們前面三個互傳互動 已經差不多 大家都絕望 很灰 預期就這樣 不如就放三個都自己理的你 好嗎 來到多少得多少 唯一是這樣 加上布奈奴和雲迪 都可以在禁區邊幫幫忙 找些好位 萬一他們搞不定的時候 有什麼球 被人解圍得不夠遠的話 雲迪碩、盾奴和雲迪就在中距離 幫忙搞定它 這個是我的構置 即是說 其實一說我現在馬聯 打一球 打一球 叫什麼 長傳急攻 這個名字 我都沒有用過 但我小時候經常聽 英國人的球 就是長傳急攻 我現在看看 我們對球 也是長傳急攻 因為中場 猜來猜去 或者歪國製造組織 没错是製造到的 亦是製造到射门 好像我这几场球也有说 我也特意设计下了一些 我们尝试在禁区边 或者把球币要进去禁区 然后回到中路位置 尝试进攻 其实我们是製造到 也做到射门打入 但我们就进不了 预期是这样 不如试试长全急攻 因为我没有看利物浦 赢韦斯坚那场球全场 但是看了一些精华 你看到利物浦 其实都是打长全急攻 不过就是反击 其实这个就是说真的 说到射门 就是长全急攻 其实我们有一段时间 打得很耍家 但是说真的 这半年来说 我们所谓的长全急攻 或者一些打反击 其实是退步了 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 因为打反击 很多时候都是中间断纜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们练球时 练得太多一些 有组织的攻势 所以这些反击 反而退步了 还是球员的部分 因为今年始终都比较密的比赛 可能它的速度上 或者体能上 也没有之前那么好 有几个可能性 但是这场球 反而我觉得 我们可不可以 尤其是收盐顿就这样踢 我们用一些 我们比较擅长的踢法 就是这个长远急攻 看能不能破敌 因为这场球 老实 都挺重要的 有两件事很重要 第一件事就是说 说回究竟我们 还有没有能力 不是说一定是 你不要说赠票 我也经常说 赠票和前四是一线之差 有没有能力去赢球 这是很重要 因为已经是输了一场 然后和了一场 在下半季 所以 头两场球 都是 拿得一分 那么大把 如果第三场 都会有什么失散的话 对于球队里面的 信心 或者是 Soushetser 想形成的 我们是强队的心态 绝对是一个影响 但是 对着收盐顿 就像之前所说 跟石飞联那场很相似 又是看系 又是近排很多双兵 又是之前看得不错 可不可以打破这一件事呢 上次石飞联 就真的搞不定 再加上球阵 有点调判得不太适合 刚才在 新闻台的影片 也看了 球阵自己也认了 但这些也不关我们的事 我们只能够做好自己 还有制造更多的机会 去做入球 这才是最重要 所以 我就是这样想 希望可以 做到一些 长存急功的攻势 亦都要找回我们打 突击 去入球 这个感觉 因为 虽然我们将来做好我们的组织 之外 其实这些 防守反击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也是那句 你看回 无论是曼城 或者是利物浦 都是入很多这些 反攻 就是防守反击的球 所以 希望我们可以 取回我们这个感觉 对于我们将来的发展 相当相当有用 因为我最害怕的是什么 记不记得我们经常说过 蘇斯 잊茶 车的照片 但另一半又停下了 之前的银漠 但是车的新银 先车的银漠 又停下了 我就是不希望见到这样 另外 迪雅路 虽然这场球未必才能出發 但我觉得应该要快些让他试一下 因为我们需要一些新的球员来做到一些冲击 这也是苏斯一查的其中一个trend 另外这个画面摆着泰尼斯 我也希望这一场球 泰尼斯可以证明自己在曼联的位置和存在价值 因为近期的表现 他真的比较梭尔比亚去 但这位球员畢竟然是波涛 都比较好 没有理由在曼联表现不到自己 所以泰尼斯 今场的机会是轮到你了 希望你做到一些东西给我们看 这次来到这里 记得去到12点那条片 留下你们的最佳和预计阵容 我晚点 6点截止 8点后就会出这条片和大家分享 坦白说希望曼联的这条片 真的获得三分 三分真是极度重要 刚才说第一件事就是我们近期第二季开局 第二件事就是主场 希望告诉大家 我们的主场 是有能力赢球的 因为 我看了哈森霍图的记者招道会 记者也提及了 曼联的主场不太好 哈森霍图更过瘾 他说我也很喜欢去曼联踢球 很喜欢脱福 因为很特别的地方 我不知道他特别的意思是特别容易得分 还是特别的 还是特别的 总之我认同 我认同苏联冊说 我们要营造 气势 你们来到奥绝福 是 要害怕的 当然没有球迷的 差点 始终这件事没办法 但我们唯有用我们的 踢得出色或者 礼审礼 去告诉大家 奥绝福并不是那么过瘾的一个场 对于你们来说 OK 是这么多 拜拜